台東縣長候選人劉兆豪 16號在園民會館舉行 南島首都美麗台東 影片發布記者會 並公布園民政見 計畫未來將打造 國際級南島文化園區 讓台東成為南島文化首都 台東有最多元的一個族群 而且我們這個多元的族群 我強調一件事情 它不是被放在櫥窗裡面的 也不是放在課本裡面的 也不是放在一個某一個展示的地點的 我們這個多元族群所展現出來的 文化的多元跟它的美麗 其實它是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劉兆豪指出 未來台東縣將朝向傳承南島文化陪力 打造國際南島文化園區 以及推動南島與系國際交流 三個面向發展 讓原住民族成為台灣外交的軟實力 也讓世界能看見台灣文化的美麗 同時劉兆豪也強調 傳統領域內的開發案需尊重部落意見 並同意撤回資本光電案 重新與部落討論資本失地 未來發展的其他可能性 我們會把這件事情回到原點 也許光電只是選項之一 但是我們要回到原點 跟部落跟社區跟我們大家 集市廣義大家好好的討論 它將來可能的走向 部落裡面當我們在討論這個 資本光電這個案子的時候 能夠理性的討論 開發和永續其實是可以並進的 饒清嶺強調傳統領域開發必須符合原機法規定 這也是縣府未來應遵循的法則 而針對原住民各項政策 藍綠兩黨台東縣長後選人紛紛提出政見 但面對部落自主意識抬頭 候選人是否真的能獲得族人支持還需持續觀察 原始新聞 文章給台北台東市采法報導